我們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發覺警察其實他們現在濫用了599G這個限聚令 他們口說就是要有抗疫 但實際上他們才是最大的犯罪集團 瘟疫集團 這件事我們一定要繼續追究下去 我們不可以再被警察這樣冷卻下去 為做而做 警察 譬如說 問你什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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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599G被人票控的市民 我們有一部份的市民都留了聯絡電話 如果他們有什麼需要 或者一些法律的支援 我們都會提供協助 因為他們都跟他們說了 他們根本當時不是有超過四個人的集結 所以根本不可能是用599G這條限聚令 來發告給他們的 而當時警方是跟他們說 有什麼就要跟法庭解釋 這件事是擺明要將這件事 拉上法庭講的 我相信他們 因為他們剛才那幾個 被人票控的那幾個都很堅決 說在庭上一定會上訴的 一定會抗辯的 如果我們回去會建議他們 先找回今天的影片 大家的傳媒朋友拍的直播 一定是拍到的 根本是兩個年青人 無端端就被人拉了票控 我們都會做證 如果他有需要的話 那這個商場呢 因為警方介入 提早關門的損失 有沒有問過 應該會是商場和警方 還是警方公司 這一方面我們沒有問過 但是呢 我相信呢 今次這個警方的行動 是令到IFC這個商場 和他們的商會是不受很多損失 如果這些要追討的話呢 我相信特區政府一定要 其實叫林鄭 追討林鄭就可以了 林鄭如果一早搞好 封關了一些東西 其實就不用搞現在的經濟 就是這麼簡單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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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